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伴熟父亲玩GAME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大家觉得我的介绍还不错,可以帮忙按个赞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期精彩的影片发布哦!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大家期待已久的六月新娘活动终于来咯! 这个活动应该是所有活动里面的CP值最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在整个六月慢慢的收集53种婚礼家具 这次六月新娘的活动是在巴列岛上举行 什么是六月新娘? 这其实是来自一个西方的谚语 在六月结婚的时候,新郎幸福,新娘快乐 如果不知道怎么收集家具,可以看接下来的教学哦! 在进入游戏后,西施惠会会广播 之后就会接到巴列打来的电话 从机场前往巴列岛 就可以看到很可爱的草泥夫妇 利勇跟建兆 他们是很恩爱的夫妻 每年六月都会来这里拍婚纱照 然后呢 粉色羊駝说要打造一个以白色跟粉红色为主色调的可爱场景 那我们就用可爱的婚礼道具来布置 按下可以进入编辑的模式 新增活动标签 打开可以看到婚礼的家具 要放置物品选道具按A 按加可以转到墙壁布置模式 复制家具按LIR 收起装饰的东西按Y 按B可以跳离编辑模式 然后部分婚礼的家具可以进行改造改色 还会有三种风格分别为可爱典雅花园 布置好后找粉色羊駝对话就可以帮他们拍照 按LIR进入拍照模式 如果自己不想录镜头可以按-号 要记得自己的家具也是可以摆上来布置的 接下来跟你们分享这次活动一个非常好玩的部分 要怎么让这两只羊駝做你指定的动作呢 他们会做你给他们的表情 在摆家具的那个界面 手指点到村民按LIR 拍照的时候按A 之后拍照的时候他们就做你给他们的表情啰 这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拍好照片后利用只会用最后一张照片为主 我们来看看他会说什么 还蛮有趣的哦 其实我这次是来二搞他了 结果他说跟他想象中一模一样 好啦那像我这样子乱搞他们 当然结晶就不多咯 只有八个 好啦那我来认真一点 这次我摆满了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拿到11个爱的结晶 啊 这个就会想象中一样 呀 我摆满了 或者吃吧 是不是 小石头插 我摆满了 这次我摆满了 是 哦 不错哦 所以只要摆满就可以拿到11个爱的结晶 然后网络有分享一个懒人布置方法 就是把他们提供的全部装饰品 随便乱摆随便乱丢就是摆满 那这样呢就可以拿到最多的结晶咯 我们来试试看吧 没错 你们看一样可以拿到11个爱的结晶哦 第六天可以邀请导迷来参加婚礼 那这就是这次活动最主要的 爱的结晶可以换你想要的家具 一天最多只能兑换8样物品 大家可以一起来发挥创意 帮他们布置婚礼场景 也可以来二搞他们一下 很好玩哦 如果想要获得所有的家具 最多要收集261个爱心 兑换的家具隔天才会寄到信箱 那目前第一个星期 最多可以拿到11颗爱的结晶 第二星期之后每天可以拿到15颗 重点是家具 要记得可以换要赶快换 因为每天只能够换到8个家具 所以不要存起来 不然你存很多 但每天都只可以换8个而已 活动会持续整个6月 每天都可以来解 绝对不能错过 还有哦 北半球的服饰店也换记了 像我家就新增的拖鞋 非常有夏天的感觉 然后看了忍不住很想要包色了 嗯我想应该会买去给邻居们他们穿吧 那大家有新增什么好看的服饰呢 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问题都可以留言一起来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喜欢跟不喜欢都可以按 我是哈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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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愛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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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了